男星李承冰近日凭借他和他的他 拿下第58屆金钟奖迷你巨世帝 他上台领奖时还用台语对妈妈告白 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在中国戏剧圈打拼多年的他 先前主演电影华千古 终于定档在明年1月20日播出 然而电影造型曝光后 却遭到大批网友吐槽 他在片中与女星陈都林 共补一段奇美试图恋 加上片中演员们都有高颜值 引发观众们的期待 然而李承冰在片中露出额头的造型 被网友们嫌丑 更有不少人直言 花千古电视剧成功在线 已经成为剧民们心中的经典 很难有动力去看电影版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电影是在疫情期间拍的 加上中国电影戏剧节目众多 宋神到播出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因此该片等了三年终于上线 这已经是胜利了 欢迎大家到电影院观看后再评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